居心险恶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主席罗森伯格 趁在台湾发表言论 说挠乳与台湾断交 扯出2758号决议案是不对的 因为决议案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 欢迎加入单看世界 带你领略全球风云 探寻历史智慧 感谢大家订阅 2758号决议案被很多人扭曲误解 它解决的是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 在1950年美国前总统布鲁门召开记者会表示 台湾已按照开罗宣言 以及波斯坦公告的内容 日本战败后就归还中国政府 从1945年到1950年期间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时美国政府试图制造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的分裂言论 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两岸隔海分治时期 美国政府提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被一些台独分子用来大肆宣传 称台湾有权利做民族自觉 如果他们的理由是成立的 那美国政府的发言岂不是可笑的 罗森伯格的讲话很奇怪 脑鲁跟台湾断交 与美国毫无关联 但美国却总是喜欢指手画脚 这种行为显然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 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 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任何试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言论 都是没有根据的 也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准则的 我们应该坚定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美国真的有实力 就跟台湾建交复交 不要总拿台湾当成反华的急先锋 只会卖武器给台湾跟解放军对打 美国借此坐收渔翁之力 实际上美国胆小如鼠 连在世界卫生大会提案都不敢 更何况遇到国际现实问题 现在国际现实说明了一切 只要离开台湾跟大陆签订的建交公报 里面一定有一个中国原则 跟台湾断绝任何官方联系 代表就算以后台湾在成立代表处 都不具备官方的资格 而且不能跟当地政府进行联系 此前美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声称 美方对太平洋岛国脑鲁宣布 与台湾断交感到失望 按照米勒的说法 虽然脑鲁政府与台湾断交是一个主权决定 但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决定 米勒表示 美国将继续深化和扩大美方与台湾 在多种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的接触 鼓励所有国家扩大与台湾的往来 同时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到国际社会中 美国会继续深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 而这种种行为在美国看来 符合其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声称 美方对太平洋岛国脑鲁宣布 与台湾断交感到失望 按照米勒的说法 虽然脑鲁政府与台湾断交是一个主权决定 但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决定 米勒表示 美国将继续深化和扩大美方与台湾 在多种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的接触 鼓励所有国家扩大与台湾的往来 同时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到国际社会中 美国会继续深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 而这种种行为在美国看来 符合其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 现如今美方不仅大肆宣扬所谓的美台关系 还公然鼓动他国与台当局来往 完全背弃此前承诺的一个中国政策 我外交部发言人曾强调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当下美方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目的可想而知 而脑鲁跟台湾断交 结果台湾人对此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吴钊燮根据媒体的报道 说人在威地马拉气到快爆炸 台外事部门则说脑鲁要跟台湾索取大量的金元 但是没有成功 所以一气之下投向北京 其实澳大利亚早就知道脑鲁要转向 但是脑鲁做的实在是人之意尽 赖皮当选还发出祝贺函 隔天就说再见 让台湾完全陷于被动的状态 现在的情况非常明了 台湾民众根本不在乎还剩下多少朋友 他们认为这些朋友都是来要钱的 可以通通舍弃 民众希望把钱省下来解决台湾内部的问题 这完全是井底之蛙的想法 台湾人已经被民进党洗脑 只知道台湾的半导体在世界很厉害 除此之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知 台湾人不晓得国际法 也不知道护照被承认的重要性 甚至有人说只要保有免签待遇就好 然而当台湾一个朋友都没有的时候 护照是没有效力的 台湾人已经彻底被洗脑 不过最好笑的是 美国代表团在台湾接到脑鲁 跟台湾断交的消息后 居然表示脑鲁行为非常不好 北京不应趁机要挟 给脑鲁多少金元离台湾而去 民进党掌控的媒体常常报道 跟台湾断交的友邦养殖白虾卖的价钱 跟台湾有很大差距 希望能够把白虾卖到台湾 因为台湾给的价钱比较好 大陆给的价钱只有一半 政治人物有他的感受 一般民众也有切身利益 这是大势所趋 1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发新社记者提问 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称 尽管挠鲁政府做出断绝 与台湾当局所谓外交关系的行动 是出于主权的决定 但仍令人失望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毛宁表示 美国公然对主权国家独立自主 做出的决定说三道四 对中国外交竭力的污蔑抹黑 为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说下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毛宁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老陆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 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 使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方敦促美方 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承诺 落到实处 甚至又甚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向台独 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中方一直秉持着 和平稳定发展的理念 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法的权威性 我们主张 各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分歧 同时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推动建设性对话和合作 为地区的持久和平 与共同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脑鲁决定断交 对脑鲁和台湾之间的外交 经济和民间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将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困境和挑战 中方愿意继续发展与脑鲁和台湾的友好关系 并为两国人民的福祉做出努力 美方声称 脑鲁决定与台湾断交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方对此坚决表示反对 中方认为 这种行为 不仅违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也损害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敦促美方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地区事务 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和平稳定的发展 并为推动地区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 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